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歡迎大家來到阿范達人 你聽到我的聲音就知道我不是喀神 因為喀神是去到臭兒子 我就是失眠者佳音 一之功就不行 於是我又好像上一集一樣請了一個聽眾上來問我問題 這位聽眾是 我是阿Jan 大家好 阿Jan她是來做甚麼的 我是一個普通的上班族 那你甚麼時候去期待呢 很久以前 我想十年前左右 我本身都是那些什麼教的 然後有一陣子突然間就很失落 就打算回去甚麼教會那裡去求一下 看看有甚麼解決方法 但誰知道他們給我的答案就是 你給魔鬼迷惑了 然後我就覺得我不是喀神 然後就脫離了這個甚麼教 那時候我就在做一份很搞笑的公仔 幫人家醫封濕的 有個病人 我就不知為何毛他和他吹水 我就說你信不信甚麼教的 那說一說他就介紹了我看《雨神對話》 那我就看《雨神對話》一邊看 我就覺得嘩 真理呀 嘩 我的答案所有答案都出現了 那就開始了 整天去看一些古靈精怪書 嗯 挺好的 十年前 對呀十年前出了 嗯 那你有甚麼得著呢 看完《雨神對話》之後 嗯 得著嗎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得著 但是我覺得是眼界開闊了很多 嗯 因為他真是 即一來 因為裏面那個神 我覺得他真的好像很厲害那樣 尤其是答案呢 嘩 這麼厲害的人 可以用這個方法去答問題 因為你知道那個問問題的作者 是問了一些很大家都會問的問題 但是他可以用這個角度去答這些問題 我覺得很厲害 嗯 是的 其實實質的得著應該是沒有甚麼的 哈哈哈哈 是的 那這樣你何時發覺有New Age這件事 嗯 應該就是聽這些 網台 是的 聽網台之後才知道原來我看的那些書 叫做New Age書 哦 是啊 是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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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在書局知道有一欄叫做新時代 嗯 那下面那些書我又很喜歡看 但是沒有想過新時代英文是New Age 那樣 哈哈 哦 我都是來了網台才知道有一件事叫New Age 哦 是啊 但是那時候是有很多這些 我看了很多那些 那些 不知道是甚麼能量啊 有天使啊 有成的這些書 嗯 但其實只有一個體制 那即是在你的日常生活那裡是沒有怎樣參與到這個 所謂New Age的東西 不是 然後後來我就有去學一些New Age的東西 例如是靈氣啊 然後彩油啊那些 嗯 是啊 但學完其實都 嗯 嗯 就這樣 怎樣呢 如果說靈氣呢 就其實 感覺有點像氣功 但是呢 但是你練完你不知道 又不是真的練了 其實 嗯 你又不知道他 還有他的效果好像是比較 可能拿這些比較皮毛 所以我學了第二級 但是就 人家那些 就是那個病人好像沒有什麼感覺啊 或者有些感覺 但是又不覺得那個病好了啊 然後我自己和自己做又覺得很累啊 那些 哈哈哈哈 因為他的手一定要這樣放在旁邊啊 或者什麼 那個輪位前後 其實真的很難維持這麼久的 嗯 還有其實內心是有一點點 不是真的 那麼相信那種 嗯 嗯 其實我做了一個節目呢 就 很多人說那個 term叫 spiritual 嗯 我開頭都是不知道什麼叫 spiritual 是 就是這個字 究竟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嗯 嗯 然後去到最近我才開始明白這個字 雖然我就知道 我有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字 還有哪些東西 是等於的呢 這樣 那你覺得什麼叫 spiritual呢 其實 嗯 Spiritual 是不是就是屬於靈性的的意思啊 是 我知道靈性的 其實 我不知道 有沒有一個權威去 就是去解釋這個 term 這個 term 但是我自己 就覺得其實 任你說的 是吧 哈哈 靈性的 就是你很多東西都可以很靈性的 嗯 其實我不知道實際上是怎樣 最近我就發覺靈性的 就是一個形容詞 就是講的 其實你是會對你的前世今生來世 是有一些感覺的 就是所謂這個業力啊 業障的東西 就是所謂這個業力啊 那以前呢 是我不知道啦 當然 就是覺得要知道很難的 除非撞到一些高僧啊 零波車這樣 這樣子 才偶爾說 點你幾句 已經覺得 哇 很神奇啊 這樣 有什麼可能會有人看到這些東西的 那樣 就是那個人大隻佬那些 啊 然後呢 還有就是你的 你的靈魂會和其他靈魂 是會有交流 嗯 然後有共識性 嗯 然後呢 還要玩出體 嗯 然後呢 還要在這個天眼通啊 那樣 就去偷看別人的那些 嗯 那樣在我以前 就是在 上網台的時代 都覺得 不是 或者是上網台之前 我都覺得這些東西不可思議 就是 應該是少到 沒見過 一見到就好像 玩雜技那樣 嗯 誰知道 做了拆解王之後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好像到處都是這樣 但我真的沒有接觸過 是 我只有一個聽字 哦 這樣就是因為 做拆解王的緣故 哈哈 那些 異能人 過來跟我打招呼 那樣 然後我應該見怪不怪 然後我才明白 哦 原來 這些東西就叫 spiritual 哦 哦 即是一些比較 靈魂上面 關係的那些 是的 即以前 沒見過 真的不知道 在我日常生活中 怎樣才叫 關靈魂事呢 這樣 接著現在已經發現 我原來那些東西 就是跟靈魂有關 這樣 那你有沒有體驗過 有沒有體驗過 即是 就算旁邊那個曉飛天也好 你除非真的看著它飛 否則對你來說 都可以是很不真實的 哦 那可以兜口兜面說的那些 青奴靈 那你知道 你知道有幾多成是真的 那你知道不是巧合 或者是用一些神棍方法去講眾 嗯 那就知道真的 哦 那接著呢 譬如說 SRT那些 那些人又覺得很荒謬 那樣 如果你問前世那些 就無法印證 是啊 但偏偏我已經認識到這麼多人 是可以 三個不同的人 用不同的方法 講我同一個前世 那沒理由是 的啦 哦 哦 那樣 那樣 所以就 最近已經發覺 已經是見怪不怪了 嗯 那接著呢 我已經開始是 有一個 感覺就是 這個人 我已經前世見過沒有 我已經可以分到 這麼誇張 對 你怎樣分 有什麼感覺啊 就是好像一見到 就很熟悉 這樣 有東西這樣 一見到就好像 嗯 有些就是 沒有啊 我原來是沒有見過你 這樣 是啊 有些這樣的東西 但我想那個 那個 那個 感覺應該微細得很厲害 是的 是很微細的 是的 就是有時你 見到那些人覺得好像 很有印象 其實原來是因為 他的樣子 跟你認識的某些人 很像 某些位置 嗯 所以就覺得 啊 這麼熟口熟面 熟口熟面 但是我想 如果你真的 就是你那個方 就是那個 看前世的人 有沒有關係 我想 感覺上 會有一點點分別 是啊 不過我不知道 我沒感受過 哈哈 那你覺得 我有沒有見過呢 前世 是 蛤 你好疏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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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世你應該 可能會好一點 再見吧 是啊 嗯 好了 這樣呢 就帶阿珍上來 就因為 她是 問了我七個問題 嗯 那七個問題 就已經 很嚴重了 其實 如果你認真的話 不知道說多久才說完 不認真的 每個問題 就問一句 答完 沒錯 是啊 那你第一個問題 是什麼呢 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想問 其實我看回 你以前好像答過 就是 你覺得New Age 是一個宗教 是一個學說 還是 還是 還是一個世界觀 呢 我在New Age 拆解王的 開頭 好像第十集 已經答過一次 但是你 在日的你和今天的你不同 是啊 哈哈 那你今天的你 你覺得 答案又是什麼呢 那時候 我就看了 不是很多New Age 的東西 現在就已經 講到 好像沒有什麼 講 嗯 這樣其實 如果你說 就是等於說 所有網台New Age 節目的總和 就是New Age的內容 嗯 那基本上就是 對整個世界的 新的認知來的 嗯 嗯 怎樣區分 這個Old Age 和New Age 其實呢 就是說 在過去的 二千幾年 就是一個 叫做 教條主義的世界 就是 什麼都是講規矩 不 教條主義就是 等於說 你什麼什麼教 哦 是 聖經就是真理 嗯 於是呢 我們就看著那個 真理呢 就說 哦 聖經說什麼 所以你跟著做吧 這樣就 就 就等於這個 歐洲那些 整個歐洲呢 都是跟著聖經的了 實情就不是的 實情是跟著幾本書的 但是人們不知道 嗯 就以為就是跟著聖經 但是幾本書都不是很多 都是一個 很快就已經看完了 其實 然後印度呢 就是跟 即是印度是 包括印度巴基斯坦 孟加拉 然後這個東南亞 有一半是受印度影響 其實那個印度裔的世界都很大 嗯 那它呢就是跟這個 印度教 佛教呢 就可以當是印度教 脫變出來的 新教來的 就是等於舊約和新約這樣 嗯 你可以這樣理解 然後呢 然後呢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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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鮮 日本 越南 那又是另一件事 就是一個地盤 嗯 那它呢就是講儒家那些 跟著呢 又滲了這個大乘佛教 和這個道家思想 那樣 三樣東西合在一起 就是這個 這個東方 東方亞洲的 教條 那樣 那跟著呢 這個教條主義 是由這個 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就崩潰了 那樣其實呢 在過去 就是 一九二十世紀 是一個很混亂的時代 來的 因為 因為很多種新的思想 是不停地霧出來的 衝擊著舊思想 那這個都是過渡期來的 然後到所謂New Age 就是去到一九九幾年 才開始 認真地出現 那樣就再衝擊 這個二十世紀的東西 就是霧出一個 更加 更加之深奧的看法 所以 所以 你可以預計到 二十一世紀 將會衍生一個 即是 教條主義的世界 完結了 跟著呢 就是一個新的時代 開始了 這個就是New Age 對 而我們講的那些 網台的那些 全部夾起來 就會形成一個新的文化 滾下滾下 就會開始 穩定了 應該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說 世界觀是一個比較接近的說法 明白 這樣答不答到 答到 沒有啊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是一個比較像世界觀的東西 多一些 因為它又包含了宗教 又包含了思想 又包含了一些對世界 對自己 對人類 各方面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都像是一個世界觀 多一些 嗯 其實教條主義的世界 是在這個 公元前五百幾年 去到公元前二百年 這三百幾年 之間滾出來的 那你發覺呢 讀這個 東西哲學 最燦爛的時代 都是這幾百年的 嗯 那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由青銅時代 變成這個黑鐵時代 就是講那個野金術 野金術影響了一切的東西 嗯 這樣 在那個時代 其實那些哲學家 就是New Asian 嗯 那個時代的New Age 是啊 就是那些什麼 阿里士多德 Pyphagoras 佛祖 這個九流十家 那些就是那時候的New Asian 那你覺得現在這個New Age 是因為什麼東西的刺激去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轉換或者轉變呢 現在應該是因為科技 嗯 就是這個科學 科學這件事就是由牛頓開始 基本上 嗯 之前那些都是被人堆壞了 其實他們醞釀了又很久了 但是去到牛頓 就不但不要被人堆壞了 而且封了去做這個爵士 這樣 那所以就由牛頓開始 既然 既然讀科學是可以有封爵士的 那麼我們 你就 這個天主教不可以因為這樣堆壞我 這樣 這樣 然後呢 這些科學呢 就慢慢地發展 然後科學呢 又影響了這個生活 然後生活呢 就令到多了些人讀書 讀書又多了人想事 多了人想事 又多了人寫書 然後又多了些科技 那一路不停滾 直到互聯網呢 就將所有東西呢 就這個 幾何級數這樣 在那裡散播了 嗯 其實是 你說最重要的那樣東西 我在很久之前 又好像是拆解王第二集 就說 最重要的那樣東西 就是YouTube和Facebook 這個東西直接就是 產生了這個New Age的散播 嗯 好 那我第二題的問題呢 就是 你做了這麼多讀書報告 那你有沒有一個 綜合了這麼多個 不同的New Age的資訊 而你自己又相信 應該是這樣的世界觀呢 這個問題 很懶 我不是想 我不是想 阻攔你 或者去 考你 但是這個我真是覺得 真是想問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 最忠心思想的那樣東西就是 你讀的第一個New Age的書 嗯 就是《與神對話》 《與神對話》 《與神對話》裡面 講了幾個主題 第一樣東西就是 所有東西都互動 即是 其實是沒有單方面這件事 在教條主義的世界 就是單方面的 即是 極少數人去訂立了一些規則 接著絕大多數人就是去遵守這些規則 所以 是很多單方面的東西 是 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這樣推出來的 而你作為一個文化叫做低或者一般的人 你是沒有辦法可以影響回頭 即是講資格 那個資格太遠了 這樣 但是呢 去到二戰之後呢 就產生了一件事就是普及教育 即嚴格上來講 應該是一九七幾年才普及教育 即是其實我催了小之後才普及教育 哇這件事就厲害了 這樣 就是這個識字率由 即是講成事 識字率由 四十幾五十百分之百變成一百百分之百 那想法的人多了幾多 然後呢 那些人又住得近 因為多人 跟著呢 這個 開始就有自由 即是說宗教自由 雖然其實 這個世界真正宗教自由的地方不是很多 這樣 宗教自由 這個男女平等 有自由選擇職業 跟著呢 自由戀愛 這些是以前沒有的 其實是那幾十年才有的 這樣以前這個單方面的東西 現在呢 發覺不合 嘗爛 那現在都 go到什麼地步呢 就是 以前是需要一些組織去召喚 而且很辛苦才都召喚到幾百人 嗯 就是要很大規模的組織 才可以召喚到幾百人出來 現在 一個人個人無緣無故就召喚到幾百人出來 哦 因不知之 nas 那個 互動的 情況是史無前例這麼厲害的 這個互動這件事就是影響一切 因為有互動的原因 所有你做出來的事 是可以用在極短時間之內 是會得到這個因果報應的 即是等於你說錯一句話 立刻那些人就開始插你了 就視乎有多嚴重 即是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被人洗版 被人罵了幾萬次 雖然習慣了之後這個情況是會收斂 但現在應該是邁向這件事就是 不合理的互動是會逐漸消失 然後那些互動是開始合理化了 什麼叫不合理的互動呢 即是等於說以前有個人 見到人在巴士罵人 接著就錄了去放上網 就一百萬點擊的 接著罵人的那些是十萬的 那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沒有了 就覺得過癮 但是如果你天天都有人負責這些東西 那是不是每一條 每一單這樣的東西 都分薄了那些東西 所以就變成了 很多是合理化這個因果報應 就是會吹向理性一點的因果報應 那互動的世界就是你一定要 每一樣東西都要想後果 因為很多不認識的人 就是你原本不認識的人 都可以給你一些報應 以前沒有這件事 那現在的人還沒有懂得想後果 但是經過了這個社會這麼動盪之後 如果你受到教訓 你應該去開始學 那所以就應該再久一點 再滾多一點 那些人就會開始想因果 那然後呢 就 《與神對話》另外講的一件事就是 不是講對與錯 對與錯就是 這個所謂教條主義的世界 裡面的信念來的 因為阿爺講對 如果阿爺說不是那些就是錯 很簡單的 但是現在就是 人人都有它的見解 人人都說自己對 那你開始發覺 原來對與不對不是那麼簡單 那最後是什麼作為準則呢 就是work 還是不work 就是說這件事做了出來 接著有報應 是不是你想要的一件事 一路滾下去 究竟它是會繼續存在 還是立刻消失 這個就是work 不work 所以《與神對話》講的一件事就是 不是講的 就是新的世界不是講的對不對 而是講的work 不work 你可以將所有的 以前你認為的道德系統 信念或者準則 重新再想過 不是再用對不對去衡量 而是用work 不work 去衡量 你這樣說 令我想起 所以整天都說 如果去到第二個次元 我們想什麼 不是立刻會顯現的 所以因果已經是即時的東西 你令我覺得 你現在這樣說完 你又覺得好像 越來越趨向那樣東西 對嗎 未到即刻的一格 但是你回答我這個問題 就是回答得很深奧的 就是在一個很深入的層面上回答 其實我想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很膚淺的層面 就是我的膚淺層面就是 你說這個new age 就是說 現在這個時代 將來的時代這樣說 但是我說的new age 就是真的比較多些 V混混混那些東西 所以我想問你的 這個是 譬如說 你覺得 這個世界 是真的 以前是由 什麼什麼外星人 搞地球人出來 之後怎樣怎樣那些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理論 地球是怎樣 現在是一個什麼狀態 那你自己會不會有一個看法呢 還是當故事聽呢 哦 我是 但是我說的那些都是我相信的 是啊 這個是我問你 嗯 那我相信在這個公園前一萬 不知道幾年 是有一次世界末日的 嗯 那跟著呢 就因為上一次有世界末日 就留下了很多這個傳說 就會以為2012年是另一個世界末日 嗯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 循環概念 嗯 但是其實循環概念 這個東西是騙人的 嗯 就是你 你留意著 哇 這個東西定時發生了一次 接著那個發生了一次 下一次還不是你這樣 我在這個炒 無數炒股票的經驗裡面 就發覺 都是留意到幾次 接著下一次就不是的 嗯 嗯 那麼呢 就 在世界末日之前 就會有另一個世界 那個世界曾經就是 在某些方面是比現在更加先進 嗯 但是呢 就因為戰爭或者不知道什麼緣故呢 就引致了一個世界末日 那其實之前那個世界 是不是就是亞特蘭提斯呢 嗯 這樣就 如果以我們這個線性宇宙 線性的時間系統呢 那就應該說是 因為你找到遺跡 嗯 嗯 那譬如說這個海底神廟 就是宇拿國島那些 那你說 那當然啦 因為在一萬再久一點之前呢 這個地球就應該在冰河時期 嗯 那時候那些冰就在陸地上面 那所以水平面就是低了 那當時的這個台灣對出的地方 就是南中國海都是陸地來的 那所以他們就可以建一個城市在那裡 那你既然見到這個海底不知道多少尺之後 有城市 那當然有人住啊 那當然有史前文明在那裡 嗯 那但是呢 蔡斯的答法就很吊詭的 就是說 在你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概念的世人裏面呢 亞特蘭提斯並不是在你的實相中 嗯 不過呢 將來就會是這樣的 這個講法是相當之不明白的 是 沒錯 哈哈 他說的那樣東西呢 是一九七幾年說的 嗯 即是一九七幾年的世界呢 是沒有亞特蘭提斯的 但是現在這個世界是有亞特蘭提斯的 即是突然間飆出來 就是有一種講法呢 就是說 其實你的前世 不是一個確定的前世來的 嗯 我有聽過 那就是說呢 有人告訴你 你有前世做過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等於我這樣 三個不同的人用三個不同的方法告訴你 你有 你在某個前世 供完多少年 你是做這個 教傳教士的 但是呢 原來呢 就是 以我現在這個世界觀 去想回的話呢 你是會駁到那個前世 但是如果我的世界觀 很大幅度地改變呢 我就駁不回那個前世了 我會駁到另一個前世那裡 嗯 就是說我的現在 這個我 那個靈魂 究竟是駁到哪些前世呢 原來是不固定的 嗯 但是呢 就是你現在這個現在呢 就一定有因果的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這個你 是因為之前那些那些這樣的東西 就是一直走到來 產生現在這個你 但是如果萬一你跳去另一個你 那就由另一條道路的靈魂 是產生你另一個你 你呢 這樣說 令我想起呢 有一個很出名的 的什麼 實驗啊 就是說呢 找一幫人是為了 以前過去的事祈禱 嗯 就是有兩組 一組就沒有旗 一組就旗了 跟著 他們本身不知道結果的 旗完之後 就發覺那組真的好像好一點的那個實驗呢 就是那個時候我就有一點點不明白的 你為什麼現在可以改變過去呢 嗯 那我自己想的解釋就是 唯一一個解釋就是 其實過去根本就是不穩定的 嗯 就是其實你的現在不停地去創造你的過去和將來 嗯 嗯 這件事我 在2011年的時候 我都是沒有明白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現在的實相 和那個人的背影已經有點不同了 哈哈哈哈 但是其實很抽象這些東西 就是想完就只有想字 我覺得 嗯 這個以量子力學來看呢 就是很對的 但是以前的人 也都沒有想過量子力學 是可以這樣解釋一些東西的 嗯 嗯 那跟著呢 既然亞特蘭提斯 都不是這麼確定的話 再之前的故事呢 就更加不確定了 嗯 那你只可以說 有些什麼是 你可以相信的就是 人就不是自然進化出來的 這個肯定 為什麼呢 因為自然進化的話 沒有理由只有一種人 因為那些人去用這個DNA研究呢 就是說這個全世界70億人口 那個DNA那個差別呢 嗯 是等同於一個島上 五千隻星星的DNA差別 嘩 是極之少這樣 嗯 那就是所有人是源自同一種人 在這個自然界裏面 是沒有試過是這樣 正常來說呢 是應該一出就出了 整個像我們現在的人的人種 那其實你找到那些人種的鞋骨 嗯 但是呢 為什麼突然之間一種人 會這個淘汰所有其他人呢 就因為這一種人在極短時間之內 它那個進化是完全超越了其他人 嗯 那那些沒有得比了 那就是被一種人淘汰了 嗯 那所以呢 你可以相信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人類 是被外星人用基因改造的方法 產生出來的 不是自然進化出來的 嗯 那至於在過去這個 就是亞特蘭提斯再之前發生什麼事呢 就不是一個確定的故事來的 嗯 因為我都聽過很多種版本 版本 連這個 連這個 所謂世界每日怎樣產生 那個講法都有很多的版本 嗯 根本就不知道怎麼相信誰 嗯 那 跟著還有什麼世界觀 世界觀 將來 將來會怎樣 那這樣 就是我以系統思維來講 就是 一定要有人 站出來吹雞弼旗 那些東西才會變得快 不會說突然之間這樣 哦 揚星了 一起揚星了 那當然 這個人口是會漸漸地揚星 而且這個速度 在歷史上來說是快到很驚人 嗯 但是呢 很多那些什麼 就是channeling 講的那些說 將來世界怎樣怎樣怎樣 一定是有人 站出來 做那樣東西出來的 嗯 不是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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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擺明它不是自己想的 要不就channeling 要不就有外星人賴給它 是 但是這件事會不會成為一個普遍社會應用到的東西呢 不是 嗯 基本上那個問題就是政治 嗯 政治就影響到這些東西 能不能夠出現在這個社會裏 嗯 而 政治又是要依賴 其實是依賴著一小撮的人改變這個政治 不是無緣無故就變了 所以未來的世界是怎樣呢 其實是很難預測 其實我想到一些東西想問 不過就可能 不要緊的 你不用跟這張字 我怕我一會兒不知道問到去哪裏 寫下的東西就不會走了 所以你想到的東西就要問 好 其實我想問 因為你說的東西是很實際 很現實的東西 接著我就發覺原來我跟你差那麼遠 我經常都想起一些很不現實的東西 就是你講的世界 現在究竟人們的社會會怎樣 但其實我是想問 譬如說人們覺得 其實地球是一個學校 那些人的靈魂是來這裡上課 然後去進步 那些東西 你覺得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 是很久之前已經相信這件事 為甚麼呢 為甚麼 為甚麼你覺得 要需要一個學校 為甚麼靈魂需要去學習呢 那這件事 我到最近才想到一個 比較好的答案 支持我是很難明白的 因為如果你在靈魂的時候 你是甚麼都可以 是呀 甚麼都可以的話 即是說你沒有甚麼可以 沒有甚麼需要 當你想到你不需要吃飯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動機去做任何事 那做人的好處就是因為 他要吃飯 然後呢 有很多事做不到 所以你才要想辦法 那在那個過程裏面 你就會體驗一些 在靈魂的世界 沒有辦法體驗到的東西 即其實下來都是為了體驗 但體驗又不同學習 學習是一個講法 學習就是 但是假如你相信有這個 所謂soul journey 即是靈魂旅程 即是靈魂旅程 而那個靈魂旅程 是會好像 由 baby soul 即是由初生 即是初初做一個高智慧人種 開始一路進化 變成小朋友 就是 young child soul young soul, mature soul, old soul 如果你相信這個是一個 一個善性概念 這樣靈魂是追求進步 所以你可以說 靈魂下來是學習 但是如果你一想到不是善性的話 學習這個詞語又不對 即是 就變成體驗是一個 比較對的詞語 是 因為我其實 我就不是很buy這個 學習的這一套說法 因為很多new age的人 就是經常都會說 你現在體驗這件事 因為你要學習 你要跨過這個難關 要你經常都說要你進步 進步那些 但其實我又覺得 為什麼靈魂要進步 為什麼要學習呢 這些不是地球上的人才要的嗎 你靈魂沒有理由需要學習的 所以我覺得體驗這個講法會比較適合 感覺上 因為其實與神對話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我們靈魂是因為要下來這個地球體驗 不是自己 所以才能夠知道自己是怎樣 是的 是的 這樣不如先休息一下 好 第二節回來了 剛才根據他寫的問題 其實只是問了兩條 其實他寫了七條問題給我的 但可能現在這樣講講講 中間有些重複了 可能是 不過不要緊要 那我第三條問題就是問 你覺得做了new age人之後 有沒有改變了你呢 那你做了new age人之後有沒有改變了你呢 其實都有的 就是看的東西啊 我想最主要是心胸會不同了 因為其實現實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做new age人 做不做都是 現實都是這樣的了 沒錯 但是就 譬如說遇到一些事情 想法又會不同了 那導致到可能 體驗的感覺又不同了 哦 是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其實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做new age人呢 我其實是1983年開始做new age人 我其實是1983年開始做new age人 那天已經逐漸地生活著 在一個非現實的社會那裡 即是我的肉身就好像跟著一些 人們期望我做的事情 在做這個社會要我做的事情 跟著自己躲起來 就在想一些 這個社會沒有什麼人想的事情 嗯 這樣越來越跟正常人撐得遠 去到大學畢業教書的時候 其實已經跟正常人撐得很遠了 哈哈哈哈 那跟著 跟著做new age拆解王 這個這樣的差異更加幾何級數的上升 嗯 就是這樣 只不過是那個速度是更加快的意思 嗯 其實是沒有一個特別的轉捩點 在我人生裏面 哦 其實不會說你接觸了new age之後 突然之間 哎呀我的世界變了 跟著我就 跟著你就整個人不同了 這樣沒有的 沒有啊 我這個每隔幾年就已經不同了 哈哈哈哈 就是在正常來講 就是逐點逐點這樣增長 突然之間有一年就 這樣跳了 這樣的 在我人生裏面這樣的 大躍進已經試了幾次了 嗯 那所以其實new age對你 就是接觸這方面的東西 好像對你來講 是看了一些不同的書 這樣做 真的 是啊 想了不同的東西 是啊 好 那下一條問題就是 你覺得這個世界的現實 是不是真的會因為你的思想信念而改變呢 還是其實只是因為你看的角度不同了 而有不同的感受呢 那你又要 elaborate一下你的問題 因為你第二條 嗯 嗯 你 expect我答那些跟你想著那些是兩樣東西 那你可以給兩個答案的 不是這個所謂什麼現實題 不是因為你的思想概念改變 你是在想什麼呢 我想的就是其實都是那些很膚淺的東西 就是那些那些吸引力法則那類呢 那類的說法就是 那些人經常都說你改變你的信念 嗯 跟著你的周圍的東西呢 就隨之而會改變的了 嗯 這樣 就是這種改變 在你的實相裡面是堅定流的 我體驗 我不知道喔 其實我不知道是堅定流的 很難說喔 真的 你可以說是由得 你說它不是由得喔 老實講我自己那個 就是沒有那種心想事成的事發生過 是嗎 是 噢 那你實際上都沒有new age 可能是 我不知道 那然後你又仍然是在這個 做OL的生活框框裡面 又沒有想著答出來 為什麼為之答出來呢 就是說除了做OL 你沒有想著去令自己有另一個身份呢 這樣 我以前呢 幾年前呢 就有的 但是過了 就是過了這幾年之後呢 其實那幾年就是到處去學東西 學什麼靈氣啊 就是很new age的 我最記得那時候去做那些塔羅 專門很貴地找一個外國人來幫你去做一個塔羅 很準很準的那些港道 然後呢 她是做那個結果呢 就跟我說 你接下來這幾個月呢 就會遇到一個老人 這個老人呢 就會帶你呢 就是癡愛的 就會帶你去到處 不同的世界那裡 令你的靈性會有掌進那些呢 那當然這些事情是沒有發生過 是嗎 是啊 因為我不是老人 可能在思想裡面發生了 但是那時候就真的想脫離 又不是脫離 就是想在靈性那方面去體驗多些 那些 但是過了這麼多年之後呢 不知道可能個人已經借了 還是不知道是現實了呢 就覺得現在這樣的生活都是沒什麼問題 都是那些事情 是啊 那你有沒有新的社交圈子呢 沒有什麼 但是這個是你的選擇 哦 即是你現在已經在講這個思想和現實的關係 是啊 嗯 你選擇了 你的實相就是這樣 所以你的實相就是這樣 嗯 可能是 其實那時候我的想法呢 即如果你要這樣說 都可以是 我的思想和現實是很吻合的 因為 因為我那時候是 雖然那個人就是去學那些東西 但可能那個底始終都是 哪有這些東西啊 沒有的 你始終你做人就是要去上班的了 你就是要去 即是 即是 即交租啊 交費 這樣生活的了 嗯 可能是這樣 嗯 嗯 所以我現實就是這樣 嗯 嗯 我 對我來說 這個思想創造實相 是由一九九幾年開始 留意到 那 其實我之前做教書的原因 就是因為假期多 四點放學 四點放學 還有四個小時才八點 已經可以發生很多事情 是 這樣 其實是相當自由的 我的生活 還有暑假 沒錯 還有很多假 是的 所以呢 其實如果 我作為一個老師 我希望有很多機會 或者我很著意我改變自己的話 我的機會很大 就是 然後我開始留意到 就是其實 在九幾年開始 可能是九五吧 我在想那件事 是會發生的 即是說 我想要認識一個這樣的人 很難 例如 一條女兒 我需要 找一條女兒給我 這樣就認識了一條女兒 無端端 即是不知為什麼 對我來說 認識女朋友很難 這個就是你的思想 很難以自信 然後我又說 我想知道離婚是怎樣 然後就認識了一條女兒 然後 沒有多久 就反面 喊吵架 然後 原來離婚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個 應驗的速度 大概是要等一個月左右 但是這件事 每年發生幾次 就是九幾年的時代 接著 那個應驗率 就越來越頻密 越來越頻密 就變成 一個月一次 接著 還有一些很大波的東西 都發生 或者是 全香港只有一個機會的東西 被我抓到 這樣 這個就是由我辭工開始 就是我發覺 原來全香港只有一個機會的東西 都可以被我抓到 還要我是不知道怎樣找 是會自動送上門的 都可以 這樣 接著去到現在 已經是斷日計了 就是這個 心想事成的速度 是斷日計的 因為我已經不做事 我個全日24小時都open 去這個機會那裡 即等運到 是啊 是的 有些東西是控制不了的 即是你想著要完成的東西 怎樣完成 是不知道的 靠誰不知道 用什麼方法不知道 但是呢 就是這個蹲在街邊 念靈極限的 這樣念半個小時 接著 又無緣無故被我撞到 嗯 是幾個小時之內 嗯 即是已經發展成這樣 你這樣說完 我真的覺得自己完全不New Age 其實我是看 可能我在New Age的邊緣裡 在看 嗯 在看New Age的世界 但其實就沒有踏進過去 可能在底部始終都是 覺得 怎麼會是真的 怎麼會的 怎麼會的 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哈哈 還有你唸的時候 不用真的專心唸的 要的 要的嗎 他說不用的 這本書說 隨便唸的 他說 還要有主題 咦 要有主題這樣唸 這個是進化版的靈極限 是為了什麼的主題去唸 嗯 其實這個心想事成 根據我這麼頻密的經驗 和統計 是 根本就是有規則 什麼規則呢 第一樣就是 你越多朋友 越多機會 這個很簡單 嗯 第二就是 你要求他發生那個 意念越強 就越大機會發生 即是你說我 很重要這件事 那你的機會就大些 嗯 但是你就不可以是 要求 一定要那樣東西 而是要求我想達到這個目的 無論你給什麼我 我都會試一下的 那這個第三樣 怎麼為之目的和那樣東西呢 目的和方法是兩樣東西 即是你不可以要求那個方法 是的 但是你可以要求結果 是的 那結果是不是什麼都可以呢 不是有specific的結果 當然 但是 一個通去的結果 可能有很多方法 嗯 你是原本不知道 原來可以這樣走的 嗯 然後你才發現 原來這樣 即是想不到 嗯 那這樣要很寧極限 是的 那如果你打算 都是那些東西 即將來 這樣你寧極限 可以搞些什麼出來 即你的要求 都是那些東西 那就給你那些東西 嗯 嗯 是的 所以在你的世界裏面 就是 思想信念 真的會改變現實 是啊 嗯 嗯 因為我不會 所以我問這個問題 哈哈 哈哈 就創造了 嗯 是 那好 接著下一個問題就是 你覺得 其實這個問題 你已經剛才答了 的感覺上 即我本身就是想問 你覺得New Age 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屬於個人的事 還是一個社會性的東西來的 但是剛才你說了那麼多 我都覺得 你的答案都很明顯 是啊 個人有個人社會有社會 沒錯 是的 那你有沒有補充這個答案 那還有就是 你如果 你如果不打算要的話 就像你這樣 就是 是一些 這個娛樂的東西 嗯 是的 好 然後下一條就是 很多人都很討厭 現在的社會 現在的世界 還有很多人討厭人類 那其實你眼中 是不是真的那麼差呢 這個世界 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問題呢 嗯 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問題 有幾大問題 那些人說到 即又說到人 好像什麼 癌細胞那樣 最好有些人滅亡 又成這樣 很多人期望 那些人全部全部 都不爽 香曬 那樣的嘛 世界末日那樣的嘛 哦 這個是 基於某一些 立場 和某一些假設 所下的結論來的 嗯 那個立場就是說 其實地球是不一定要住人的 那這個立場 是真的 是的 然後 然後那個假設就是說 其實呢 現在這樣的世界 是很差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 用一些準則去量度 就是這個世界很差 嗯 那當然就 很多人都同意 現在這個世界很差的 還有呢 就真的走進去滅亡那邊的 那但是 我們 如果 如果你用另一個準則 就是說 我們要求 體驗 靈魂的進步 哇 非常之好 現在 急速成長 然後呢 第三個假設就是說 其實這個世界是沒得解決的 所以死了就最好了 嗯 那這個結論就是 如果我想不到方法解決最好 就是全部 全部剷掉 哦 一了八了這樣 嗯 但是事實是什麼 就是說 其實是大家共同努力 去創造這麼多問題出來 然後你去體驗一下 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嗯 這樣以這個想法來說 這個世界很好 就是你苦難才會成長 這樣 那很多苦難 沒有很多成長 那你覺得呢 對你們來說呢 對你們來說 是不是這樣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那其實呢 如果你不看新聞呢 就是 當然我是 過一個 好像 好像一個 退休人 或者失業人的生活 哈哈 哈哈 這樣 還有就是 其實我一個星期上幾課 然後又不知怎樣 又夠吃 嗯 然後呢 你如果不看新聞 日後就走下去 這個海邊那裡坐 這樣 這個世界很平靜 嗯 你可以當沒事發生過 雖然空氣就越來越污了 但是 其實也影響不到你的 嗯 嗯 這樣吧 好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回應 但是我 你問得這條問題 其實是 因為你是天蠍座 是啊 哈哈 好厲害喔 這樣都給你知道 是啊 那 天蠍座人是 很傾向有這個想法 即是很討厭這個世界 是 還有 會想 如果死了就好了 這樣 嗯 我會想這個問題 會留意這些東西 但是 現在我又覺得 不是 嗯 不是這樣 嗯 可能這個就是New Age 改變了我的 想法 嗯 但是其實我現在是想問 下面那條多些 因為這些問題 是很久之前問他 那這個就是 你覺得呢 怎麼為之意識提升呢 那 越來越New Age 代不代表 意識在提升呢 就是 看回 過去 以前的人好像 比較New Age 那樣的嘛 那現在的人好像 很不New Age 很科技 很科學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 人類將來 會不會 越來越New Age呢 還是 其實是一個 循環呢 一個循環 如果是一個循環 很長 在說兩萬年 一個循環 那 以前的人 New Age 是怎樣解釋 感覺上 好像 以前的人 會去 會信那些 毛術 會去 會去 尖星 那樣的嘛 就是 會信多些這些 現在就不是 現在就全部都是 信了一些科學的東西 那些 嗯 其實 尖星的歷史 只有幾百年 是很近代的東西 但對我來說 已經很舊屎了 是啊 還有尖星的解釋 是不停地更新的 嗯 會隔十年八年 就有人重新寫過 那些東西 嗯 那接著呢 就 毛術這些 就是土法治療 其實我覺得 就應該是有一些 外星人 那些什麼 亞特蘭提斯人 無緣無緣地走出來 教那些人 嗯 但是那些人 就不知道為什麼 很容易學到 因為他們比較 這個思想 純正一點 嗯 但是 你要想一下 當你教毛術的時候 那些人呢 是 其實呢 就只有一個 無私識而已 整個族 嗯 其他那些就不知道 做什麼的 不過見他可以了 那就是什麼 除此之外 我又沒有其他方法 是不是 嗯 然後 譬如說 以前的佛經很深的 他不是更新的 大哥 其實只有一個佛陀 一個人 哈哈 他是由 不知道第八 還是第九 到突然之間 對下來 人類 這樣教人 如果不是 哪有這些 你不可以當他 是一個人 那 那 那 然後 所以呢 就有一個印象 就是以前的人 新年代 但是 其實你要想一下 如果以前的人 無實 譬如說 我懂得不知什麼氣功 這樣 就感覺到 我的內 內視到自己的 五官是怎樣怎樣 那 其實呢 是用一個 感覺去了解自己 但是現在用一個 解否學的方法 去了解自己 其實是 另一個看法來的 你可以說 提升了 或者可以說 從一個完全不同的 途徑去了解這件事 然後 你又說 其實解否學的東西 是解釋不到你的人體的 這樣 所以呢 這個 這個講法 即西醫那套 人體理論 是錯的 這樣 然後 你是可以 將這個氣功 中醫和西方科學 不知怎樣 再結合在一起 再了解人體 這樣又提升了 嗯 其實意識提升 就是說 你究竟有 幾多種方法去看這個世界 是不是越來越厲害呢 這個 即是你對這個現實的理解 是不是越來越厲害呢 那就是意識提升 那樣東西 即其實是 不止一種 途徑去提升你的意識 即那些人不是經常說 接下來要什麼揚聲 那些呢 那和意識提升 是不是有另外兩樣東西 你覺得 揚聲是 揚聲 普遍上的意識提升 那其實呢 我就是 在節目曾經說過 就是說 過了2012年之後 心靈感應那樣東西 是會越來越普遍的 嗯 事實上就是越來越普遍的 這件事情 但是呢 就不知道 是不是我的思想創造 我實際上 就是 有心靈感應的人 是最近這幾年飆出來的 即是說 這幾年 即是20 我在這個 2010年之前的時代 那些人 他是不知道自己有 所謂的超能力 嗯 是這幾年突然間飆出來的 突然之間 他知道有這件事情 或者其實 他自小便 發覺自己 有些不對勁 但是我又不知道 為什麼有什麼不對勁 然後呢 人人如果說出來 那些人就當我精神病 我都是不說的 那我一直就是藏起來了 然後現在 哦 原來現在有 這位拆街王啊 那我不用怕了 嗯 然後他就 走來找我 那突然之間 他就 哦 原來這件事情 我都可以 即是不是瘋了 這樣 然後他承認了之後 那他的能力就 飆升得很厲害了 那接著呢 在我的周圍 就是越來越多這些人 那但是呢 在可能一般聽眾的周圍 就沒有這些東西 嗯 那只是說呢 就 其實香港 聽網台的人 就應該 只有十幾萬而已 去去 那現在可能少了一些 為什麼啊 蛤 為什麼少了一些 就是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那也是 不過你講起 心靈感應 我覺得是多了 我自己覺得是 即是你周圍都有這樣的人 即是 現在會多了 即是一向呢 我跟我朋友之間 都有些的 即是會很容易 就 譬如你猜我想什麼 那些他就真的 講到的 現在就多了呢 是 比較疏的朋友呢 都會無緣無故在講 那些我正在想的東西 嗯 這些應該是心靈感應 對嗎 是啊 是啊 我覺得是真的多了 即是以前你這樣跟人說 你想多了 你 是啊 即是以前是不覺得的 現在就真的多了 嗯 那這個可能真的意識提升了 是啊 嗯 那其實就是 網台那些聽眾的十幾萬 撈來撈去 在那幫人裏面呢 就是不停地進步了 嗯 那當然有些快有些慢 嗯 嗯 那不聽網台的其他那 七百幾萬人 就不知道有沒有提升到 嗯 嗯 但其實我覺得呢 他們的概念 其實都已經跟以前不同了 因為呢 就算不聽網台 都有很多電影啊 那些電視節目啊 那些呢 其實很多都牽涉到 這些這樣的題材 嗯 即是譬如 譬如 來自猩猩那個 嗯 或者是那些什麼迷啊 那些很多呢 就是 那些節目呢 其實都 那些人呢 是 多一些這些概念 我覺得 可能講講講講 那些人就越來越覺得這些 是啊 是這樣的啦 是這樣的啦 哦 那又是 即是接受了 不會當你瘋了 是啊 即是好像我爸媽那些呢 即是上一代年紀那些呢 你以前 我剛剛開始信那時候 跟她說這些東西呢 她就經常都說我瘋了的 我初初 我初初信那時候 是簡直是 被我的家人訓事的 嗯 你不要再這樣 你做回正常人 那些 那些 那些呢 那現在 她在電視上看得多 聽得多之後呢 就無緣無故就會爆了兩句 哎這些是什麼來的嘛 嗯 即是很普通而已 即是那些 都蚊俊師 我知道 是啊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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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對於這個 New Age Guy 和你所說的啦 那些節目呢 好像 越來越趕來趕來趕去 都是那些東西呢 那你覺得 是為什麼會 去到一個這樣的局面呢 還是其實已經 New Age這些東西 已經是 變得 大家都覺得是 嗯 普通東西而已 那樣 所以就開始 越來越 越來越 沒有話說和沒有興趣呢 蛤 那你 真的會說完嘛 大哥 我2009年說到現在說五年了 那也是 以前每個禮拜說一集的 大哥 嗯 嗯 嗯 現在說了成二百集 嗯 那也是 是 嗯 嗯 好 這樣差不多了吧 是啊 那些問題 我那一刻想到的問題已經差不多了 嗯 這一刻又想不到 嗯 嗯 是啊 這樣呢 就 所以呢 既然又弄了一集這樣 那就是說 其實 還有其他人呢 可能聽完之後又在想著 哇 我又想問喔 我可不可以上來問一下 那樣 那其實呢 就應該還有機會的 將來 要不然還有那麼多集 嗯 嗯 嗯 好啦 那今天的時間又夠了 那跟大家說一下 拜拜 好 多謝Isaac 請我上來 拜拜 拜拜 拜拜